嗨 不爱就散一别两宽 不爱了才是关键 在每一集里面都有方玉律师 30多年在法庭所累积的真实故事改编 再加上我们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 分享一点不同观点 再提供你相关的法律知识 对 希望我们都越来越能爱 去爱 即使不爱就散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找到更完整的自己 不爱就散每周24晚间8点首播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对 而且每个星期也同步更新 在各大Podcast平台 你就搜寻不爱就散 让我们声音来陪伴你 哈喽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这个星期六就要过年了 哇 老师 幸运快乐 哦 幸运快乐 你家里的事都忙完了吗 过年要什么 订的年菜有陆陆续续收到了吗 然后该发的红包钱有领出来吗 还有当老板 事务所大家的 年终奖金也发了这样子 哦 真的 对 过年钱 事情特别多 但是谢谢你今天呢 上架来看不爱就散 今天我们要谈的非常特别 正好你变口头禅了 因为我觉得前两次都很特别 但是如果它不特别的话 那就变成其实大家没有说出来的 一个经常 就是婚姻里面没有戏 对 我觉得老师讲一个 我觉得说可能你不以为它经常 可是实际上很多人都发生了这件事 那我也是因为做家事案件做久才知道 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 就是说婚姻当中 我记得有一个一对夫妻啦 他们也当然都是谈到离婚啦 谈到离婚的时候 我就记得在这里头就问了他们 就是到底真正的离婚的原因 可是那时候我都知道说 他离婚的原因可能就其他的滋味末节 譬如说因为这个大家生活习惯 冲突 对 冲突啦 或生活习惯造成的一个冲突 可是有时候在细问的时候 是怎么 为什么这样问 就是我发现性的本身是 女性很羞于提出来的 但是你听听那些滋味末节 你有一个职业上敏感度 对 就是你觉得不是这些事 不是这些事 真的 我们在有时候在讲这个亲密关系当中 很多在这里头 我们会有很多的处理冲突 跟处理磨合 那我们会有个敏感度 就是很想理解 那你们 当然我也必须跟你讲 法官有时候也会常问 那你们的性生活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 就好比你去验运的时候 对 他都为你最后一次约金 对 是一样的 那做家事案件也会问到这件事 然后那时候我们都会习惯性 在做背景的调查 就问说那你们最后一次性关系什么时候 你们现在有没有共同生活 有没有同床 对吧 都会一直都问 那我这个朋友他很特别的是 他已经结婚四年了 他说他完全没有性生活 我说 结婚四年然后完全没有 完全都没有 半次都没有 我说那你们的亲密行为 他说最多就到拥抱 没有接吻 没有 很特别 那有没有一方是同志或是是女同志 没有 而且他那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说他对于我的错愕感到 这很不正常吗 我就说那应该是我的错 就是指说事实上婚姻有各种形态 那他也认为说他也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他不认为这是他诉请离婚的原因 对他也没有把他当作离婚的理由 他也不是抱怨这件事 那只是因为我们做家事案件在问的时候 才发现了说 原来你们的性生活在这里头是完全是零的 那我有个好奇 那在这个四年婚姻没有任何性生活情况下 他现在这个离婚是协议离婚吗 是协议离婚的 是协商的 对所以那就不知道他先生的离婚理由 有没有这个部分 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抱怨过这件事 没有 就是这两个都没有 闻所未闻 都没有抱怨过这件事 那当然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 那有一些时候是在法院 刚才讲说有时候法官也会问嘛 对吧 然后这个就有抱怨了 进入到司法的审判过程当中 当然他如果会变成一个话题 我们称之为争点的话 那第二个case就不一样 第二个case就有了 第二个case呢 这个女性就说 我跟他没有夫妻之时 就是说我跟他已经结婚五年了 但是都没有夫妻之时 这是一个他的离婚的理由 然后呢 这个男性就说 没有啊 是第一次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女性很抗拒 就在洞房花竹叶的时候 他很抗拒 所以功败垂成 像用语是对吗 陈宇是这样对的吗 对对对 那功也可以用 会进功的功 啊 anyway 对 这可以这样用吗 老师因为老师好会用诚语 对所以他们 他说因为他就是第一次 你两个都紧张嘛 所以第一次是挫败的 所以他们就因此 五年就都 就中断了 就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经验 大家都很紧张 都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件事情 哇所以你个案里面 遇到这两个 当然不止啦 我只是把这两个 让大家说 原来性是本身是需要学习的 对 譬如说我刚才讲 他觉得拥抱就好 或者刚才第二个案例 你会发现 他第一次是挫败的时候 那产生对性焦虑吗 那这样的情形下 东方以我自己处理的案子当中 去寻求性资商的 有个叫性资商师的协助 事实上是少见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而离婚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 以我自己的工作当中 我觉得如果当然 他们也不会认为 那是一个问题啦 那也就罢 像第一个个案 就不会认为是问题 那第二个个案 其实如果能够去寻求 一些性资商所的协助 我觉得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做法 对 而且如果我们把性关系 把它代换成为 肌肤之轻的话 我觉得肤处是一个 很大的无颜安慰 不然为什么说婴儿 很多人对婴儿 会有全身性的付出 那时候婴儿的皮肤表面 它可以完全的感知 那你对它用语言符号 也许它的脑没有发育好 它无法感知你讲什么 对 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提倡 而且建议 对婴儿的全身付出 它可以完全感觉 你对它传递的爱意跟温暖 那有没有伴侣在倡议这种付出感觉 我在想也许进入心理医生的房间 诊间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想心理医生应该会给你 这个部分的建议 我意思就是说性关系这一件事 它如果代换成亲密 那如果亲密的里面 没有肌肉里的亲密的话 我觉得对婚姻关系 我不敢说那是一种损伤 或者有破坏性 对 但在亲密程度上 是有点遗憾跟可惜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有性智商师的朋友 我就发现他们有几个讨论 他说其实触觉 像譬如说我碰老师对不对 你看老师的身体界限 他是允许我这样的一个碰触的 那其实是有一些人 可能有一些早年的经验 也就是说 我们台湾缺了就两个 我觉得林亦涵讲到最好了 就是性教育跟性别教育都缺了 对 那因此我们可能从小到大 在身体的界限跟身体的一个 譬如说这样的接触 可能都没有学过 那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跟我讲 他当时在荷兰念书的时候 他们的性教育是这样 就是说我跟你 我跟念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说是这样的距离 那譬如说我可能在讲 那你跟某个人 某个男生的距离是 那我是这样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我跟他是这样的距离 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距离 协助孩子去理性 说我的身体界限跟他是哪里在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属于性或性别教育的一环 那所以有时候在进入亲密关系的困难 是因为也许我们就是欠缺性教育跟性别教育 这我同意 而且因为还有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父母 他把主要的教育时间跟期待放在学校里 就是治愈 对 但是学校其实在治愈上面 是有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教导 那没有人会承认说当我的孩子 回来跟我相处六日不算 每天出门上学很匆忙 我认为那个时间也没有品质 就是回来以后的那四个小时 真的有很认真 真的去想我们供应他一个什么 学校之外的我们家独特的 为孩子客制化的教育吗 都太累 双心家里很多都太累 所以我刚前面不是在进来前 我跟方瑜在聊 我说很多这个性关系的淡化 后来倒没有 我觉得是没有力气 太累了 就你忙完全家的事情 如果你的孩子他在逝林 假设说五六年级进入国中 一直到高中 我知道的我很多的朋友 或是我现在看年轻的朋友 就是小我大概14岁 在这段时间的这个性生活 其实都非常不活跃 人生功课做完就没有性生活了 很多的夫妻是这样 但是还有一个情况 老师这次要供应的比较有趣 他不是外在限制 他什么自信恋 我第一次听说 你们有听过吗 智慧的智 性格的性 叫自信恋 他一定要用性格的性 明明就是sex的性 你看老师 好我讲自信恋 这是也源自于这个 我们我那时候 我们的朋友的性资商所 全台湾唯一的性资商所 那他就提到了自信恋 那自信恋是指什么呢 他是指说 一个人受到另外一个人 聪明才智 或者高级品位的吸引 他的智力的性吸引力 会远大于其他的条件 像外表拉丁尼拉 或者是性别 也就是说你对他产生 有性魅力这件事情 是因为他的智慧 譬如说他有一些品味 喝酒 我觉得品酒 我不是真的那酗酒 是品酒 或者是下棋 这些比较冷门的 或音乐或艺术 或学士渊博 学士渊博 那我就觉得我们东方人 那我不据你讲 就是以前大家都讨论 说不许跟诺贝尔奖的得主 然后后来跟他在一起 结婚那个女性 他们几乎是像爷跟孙的年龄 但后来其实到 后来都一直都很好 有时候我在想说 智信念 是不是智信念 我觉得很像 我也觉得很像 然后澳洲有研究指出 你是说他会使得在 即使如果说因为年龄差距 非常大 30到40岁 或者其他方面的性的这个部分 无法合作 但这个会有超越性 就那部分他大概给他的 魅力跟满足 是 让他深深的留在这个关系里 所以换句话说 也许我们对于一个有聪明才智人 他对他本身就具有信吸引力的时候 他原先他可能就会盖过其他的不足 或者实质上的发生 这样子我讲的比较有趣 比较露骨 就是说 所以这个性质的 因为HERBON是一种全身性的 对 就是它是一种全身性散发的魅力 它不集中在那个器官 对 的活动 是啊 是啊 所以有人用拇指链 你有听过吗 嗯嗯嗯 老师你点头是真的有听过 我听过 我听过 哦 老师你好fashion哦 真的吗 fashion 大家不都常在滑手机 我听过很多也是乱七八糟 可能是不正确的 或者是歪斜的 对不对 但只要碰到律师在才对照下 我看过这个是值得被记忆的 对 所以我就想说 置信恋 回到置信恋 就是说 那一个魅力是 也是带给 它也是某一种 某一种身心的满足 对 它其实被 有些人把它放到 不同的像性倾向的概念里面去讨论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正常的性 好像譬如举例 当然路股讲 譬如说我们理解的异性恋的做法 好像就理解性的方式就只有一种 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对性的展示 有很多种 包括我刚才讲的拇指链 或者是有很多的 置信恋也是其中的一种形态 所以你不太能说它是一个生病的 它反而它可能就是一个性的一个形态 而且在澳洲的研究指出有十分之一 可能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这边在场 这样一成就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去想想 也许你是不是觉得 你爱它的大脑高过于其他 这样讲会不会很路过 不会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多听一点不同的说法跟分析 对 你不会过度的认为说 我已经五六年 或者说七八年没有性生活了 就很沮丧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这样 就是叫selective exposure 你一直去选择 暴露在那一些资讯里面 好吻合你自己的处境 或是强化你自己觉得对的想法 对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多知道 有不同的分析的时候 也许不是那么的悲惨 我觉得 老师用悲惨 因为很多人 我相信在下面 我应该有挫败 我应该是看到这几对 他会觉得悲惨或挫败 对 就是在婚姻里面无性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朋友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分享 其实我觉得亲密关系的建立 如同刚才老师讲 不管你是用肌肤 或者用什么样 或者像我们在讲的自信恋 我想相信都有它展现的一种模式 那这都属于我们对于婚姻的创意 或性 应该讲说意识的扩充 其实我们 为什么我在处理家 是经常有人问我说 那赖日轩你处理了三十年离婚 那你最后婚姻还 还鼓励人家结婚吗 我说结婚很好 真的嘞 结婚很好 你有觉得不好吗 因为我是 我是回了家什么事情 都要叫我先生帮忙 做的 我有一次访问吴淑珍 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点 我突然觉得 我也是这样 对啊 老师你要爆料 赶快讲 不是 就是他 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他最气的就是 他们家的那个电视 搞得很复杂 所以如果陈水扁不在 或是他儿子不在的时候 因为后来的电视 不是都是吗 你要按这个按这个 然后接起来 那时候还没有串流 Apple TV要上去 他说就是搞了 他没有办法 一次很顺利的 就是开电视 对 我现在讲说 我现在讲说me too 就是说 我觉得婚姻很好 因为我如果回到家 有很多事情 你看他有点 心虚的回答 对 我都没有办法 没有 看个电视 我很难处理 对 对啊 所以我刚才讲 看不爱就算是这样的 有时候你多听听 别人的故事 然后多一点点 不同的想法 那意识的扩充 你不会把自己 先放到一个被害者 那么恶远论的一个想象 婚姻中的被害者 事实上很多婚姻 有各种形态 用你们自己的创意 来创造出 你们自己对婚姻的想象 我很喜欢这个结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处理了30年 离婚案件 不管是诉讼 或协议离婚里面 一个最 最真诚的 一个结论 不爱就算 我们下次再会 准备过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